各位同學好,我這邊分兩個階段來解釋一下 三個點的高斯積分 三個點的高斯積分 它的積分的誤差量可以越來越小 這個是以自然指數函數為例 它積分出來的函數只已經低於0.003 誤差量0.003百分比 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還是從一個點開始出發 各同學所謂一個點的高斯積分 它上面所列的概念是說 我就是取中間這個位置 當然同學還要問一個問題說 不見得每次都-1到1的積分 你這邊都談-1到1,那我是0到無限,怎麼辦? 我可能是2到10,或是任意範圍A到B,那我怎麼辦? 各同學這件事是可以利用變數變換的概念 把它標準化之後,變成-1到1的範圍內 0到無限大也可以標準化 變成-1到1的範圍 2到10也可以標準化成-1到1的範圍 這個同學看一下觀念影片就可以了解這個想法 好,那現在我先抬下一個點的高斯積分 各位同學一個點的高斯積分 本質上它是希望我的函數F 會模擬成AX加B的形態 它是一個線性模擬的概念 就是不管你的函數長怎樣 我就是用一條線去模擬它 模擬這個函數 如果是兩個點的高斯積分呢 兩個點的高斯積分 基本上它是把函數模擬成 有X立方向的多向式 AX立方加上BX平方 加上CX再加上D的樣子 就是我把你的函數模擬成有立方向的多向式 如果是三個點的高斯積分呢 各位同學三個點的高斯積分 再多兩個向式 反正每次就多兩個向式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這個跟我後半段的講解會比較有關係 但是先拿來思考一下 各位同學這邊會變成AX五次方 加上BX四次方 加上CX三次方 加上DX平方 再加上DX四次方 還要再加上一個常數下F 這樣的話才會模擬出三點的高斯積分 這是一個點的高斯積分 中間這個是兩個點的高斯積分 最後這個是三個點的高斯積分 我先說結論 然後同學要去明白為什麼會有這個結論 等一下再看我的觀念影片 我會去證明說 我的三個點 就是X1、X2、X3是怎麼來的 還有它的加權係數 Ω1到Ω3是怎麼來的 那一段影片再去看一下 各位同學 畫一下示意圖在上面 以一個點的高斯積分來說 上面這個 這樣的過程告訴我說 就是抓中間的高度 中間這個位置的高度 0的位置 高度乘上寬度 寬度是2 相當於這樣的意思 高度乘上寬度 我用這個矩形的面積 代表白色曲線下的面積 真正的面積 基本是面積的概念 真正面積是白色曲線下的面積 但是我現在抓中間的高度 去乘上寬度2 0的位置找高度 再乘上2 2是代表它的寬度 所以是這一塊矩形面積 如果是兩個點的高斯積分呢 很多人直覺上就說 那左邊取中央位置 右邊取中央位置 其實不是喔 左邊要取負根號三分之一的位置 找到它的函數值 意思說這個高度在這邊 在乘上它的寬度 寬度1 前面有一個1 乘上寬度 那相當於是高度 在負的根號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後寬度是這個1 所以第一個相次相當於 在算這個面積大小 另外一個相次相當於在 正的根號三分之一 各位都覺得那個 正的根號三分之一 大概是0.577的地方 不是0.5的位置 直覺上好像要用0.5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有根據的 有學理依據這樣的去推導的話 最會看出來是根號三分之一 就在根號三分之一的地方 找到一個高度 比那個0.5的位置 再靠右邊一點點 這個高度有了之後 再乘上1的寬度 也就是這塊斜線面積 就是後面這一項的概念 那就是兩塊斜線面積相加 代表曲線下的面積 這兩個點的高式積分的概念 三個點呢 科路學他挑的三個點位 一個在負的根號五分之三的位置 負的根號五分之三的位置 一個在0的位置 一個在0的位置 還有一個在正的根號五分之三的位置 大約這邊 然後這三個高度要乘上對應的寬度 第一個高度要乘上九分之五的寬度 我畫一個示意圖就好了 這高度乘上一個寬度 大約這麼寬 這個寬度九分之五 也是他的加全係數 這個九分之五可以相當於想成 是那個函數值應該要加全的係數 中間是在0的位置找高度 然後寬度是九分之八 這個寬度是九分之八 最後一個 我們剛剛在那個五分之三的位置 你去找一個高度 是說 然後再層上寬度五分之九分之五 所以是這一塊斜線面積 這個寬度是五分之九分之五 各位同學我剛剛那三塊斜線面積 就代表曲線下面積的話 當然會更準吧 那就是這樣的概念下 去找到所謂的我要討論的積分函數的函數值 積分之後的函數值 這樣懂意思 那我再簡單講一下 等一下另外一個影片的證明 我是要利用這裡有六個系數 所產生的六個條件方程式 去解這六個位置數 我現在要面對六個位置數 我必須要去創造有六個條件的多項式 這有六個條件 有A B C D E F 有六個條件 如果我是要去處理兩點的高斯積分的問題的話 我要去製造有四個條件對應的關係式 有A B C D 有四個條件 那從零四方開始算的話 剛好算到立方向 所以兩點的高斯積分 本質上我是用立方 那個多項式展開之後是到立方向 如果你是一個點的話 我是用一條直線去代表我的函數的變化 先這樣子 請同學們參考一下 這個概念滿好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請坐